今日财经快报 超越苹果成美股市 热点问答美国大选首场初选影响几何 北京1月14日 电热点问答美国大选首场初选影响几何 孙丁留陈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爱奥瓦州初选 将于当地时间15日傍晚开始 正式拉开今年美国大选序幕 对美国M2负增长的经济和金融内涵 不宜过度解读惠海关涛 在经济活动和金融体系整体稳定的前提下 M2负增长也不是美联储结束缩表计划的充分必要条件 美联储采取缩表和加息的紧缩政策 其目标是抗激高通胀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必须采取哪些措施 没有高效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我们就无法处理这项技术 在现在和未来几代人的时间内 每位所有国家、社区和个人所带来的重大机遇和风险问题 2024全球房地产市场展望 美、日、东南亚房地产市场量热几何 随着全球央行提高利率已抑制通胀 许多经济体的房价相比加息周期早期已有所降温 根据国际基金货币组织的研究 2023年上半年 消息人士称 美国中东人道主义问题特使将离职 上任才三个月 据美国赫芬顿邮报13日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 美国中东人道主义问题特使戴维萨特菲尔德 将在未来几周内离职 根据美国国务院2023年10月15日发布的消息 报道 比亚迪讨论收购巴西里矿商Sigma Lithium 组建一体化供应链 据报道 比亚迪南美负责人Alexander Bordy表示 已与市值29亿美元的巴西里生产商Sigma Lithium就供应协议 丑闻曝光日本松下集团旗下子公司承认造假 1月12日 日本制造业知名品牌松下集团旗下一家子公司承认 在申请产品品质认证时存在数据造假等违规行为 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20年来未见之市场 美国股债越来越正相关 利率风险越来越高 股市反弹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美国股债相关性持续走高 这一现象暗示如果美国通胀不能迅速降低 3月降息预期重回高位 美股能否迎来新行情 财报将成为下周标普冲击历史高位的关键 上周美股一扫新年首周阴霾 美债收益率回落提振风险偏好 科技股再次领涨市场 受利好通胀数据刺激 美国五角大楼称房长奥斯汀尚未确定出院日期 五角大楼发言人周六表示 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目前情况良好 尚未确定出院日期 奥斯汀因前列腺手术并发症于1月1日住院 本周外旁看点数红海航道再呈全球焦点 达沃斯论坛开幕 上周国际市场风云变幻 美国债务规模突破34万亿美元大关 美股企稳反弹 倒指周涨0.34% 纳指周涨3.09% 标普500指数周涨1.84% 苹果公司据称将把圣地亚哥120亿人AI相关团队搬迁到奥斯汀 据知情人士透露 苹果公司将关闭圣地亚哥一个与人工智能AI业务相关的120亿人团队 许多员工面临被解雇的风险 知情人士称 这个名为数据操作标注的团队周三被告知 下周重磅日程 周一会有惊喜吗 中国一年期MLF将到期 市场聚焦周一是否会下调关键政策利率 此外重点关注 中国12月经济数据 2023年GDP 美国联储经济状况贺皮书 美英联手空习 红海局势骤然升级 光明日报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主席乌萨玛拉比耶 1月12日否认了航运界关于曼德海峡局势升级 导致苏伊士运河暂停通行的传闻 美国租车公司赫兹将卖掉2万辆电动汽车换回燃油车 赫兹环球控股公司拟将美国业务的电动汽车卖掉三分之一 并重新投资于燃油车型 原因是电动汽车的租赁需求低迷不振 且维修成本高昂 五角大楼美房长奥斯汀在医院状况良好还在工作 1月14日电据路透社报道 当地时间13日 美国五角大楼表示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命运多传的十足鸟启动赴美IPO Aimer Sports递交了招股书 普京称俄成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 参考消息网1月14日报道 据俄罗斯生意人报网站1月11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哈巴罗夫斯克 出席太平洋国立大学与商界代表举行的会议 并讨论了远东发展 特别是物流 美国全国范围内遭遇恶劣天气上千架次航班取消 据美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1月13日报道 当天美国全国范围内面临恶劣天气 美国东部地区遭遇洪水威胁 美国中部十几个州面临寒潮警告 英特尔汽车心事重重 2024年1月9日 英特尔CEO帕特基辛格在座舱芯片的亮相活动上说 那个即刻回来了 这也可以被看成是英特尔全面涉足汽车领域的宣言 这种西方顶级食材 变中国本土特产 曾经拍出20万元一勺 现在几十元可买一贯 这个冬天最红的城市莫过于接下了滔天富贵的尔滨 在哈尔滨受到热情接待的四川小熊猫准备回礼时 却发现原来自己家里还有鱼子匠这样高端的特产 承诺援助十年 英国与乌克兰签署安全合作协议 今年还将援助25亿英镑 无人机为重点 张锦和据参考消息 网袁尹额新社1月12日报道 英国首相苏纳克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基辅签署了为期十年的安全合作协议 2024年达沃斯年会有哪些看点 界面新闻 刘子向一年一度的冬季达沃斯又将开幕 1月15日至19日 第54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将在瑞士达沃斯举行 今年的主题定为重建信任 精准定位的英伟达真的被高估了吗 英伟达公司在2023年的快速崛起 导致一些投资者错误的认为 该公司的估值被严重高估 如果我们考虑到公司的质量 高进入壁垒以及竞争优势 这将转化为今年强劲的 写2430.6万美元营收转战美股 能否读懂敏东宏这本茶叶经 历年以来 茶叶作为代表性节理可谓是经久不衰 中国人喝茶与品茶的习惯 依然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这样庞大的市场需求下 也滋养了一大部分茶企的诞生与发展 收购华评失败后 125亿美元拿下全球第二基建私募 全球最大资管15年来最重大转型 收购CHIP将使贝莱德的私募资产增加约30% 其私募市场基础管理费也将增加约一倍 贝莱德在另类投资领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宗述美国主要银行去年四季度盈利恶化 纽约1月12日 电宗述美国主要银行去年四季度盈利恶化 刘亚南美国主要银行12日公布的财报显示 受此前区域性银行危机导致存款保险机构收取额外费用 贝莱德高管辩证 任命陈惠兰为亚太区主管 范华将出任中国区负责人 贝莱德宣布任命陈惠兰为亚太区主管 范华将出任中国区负责人 1月13日 贝莱德宣布任命陈惠兰为亚太区主管 同时任命Andrew Landman和清水宽之Hero Yuki 超越苹果 微软市值登顶凭什么 当地时间1月12日美股收盘 微软股价上涨1% 市值达到2.887万亿美元 超越苹果 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 有望成为下一个挺进3万亿美元 巨乐部的美国科技公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